Hello 大家好 沙姐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件重要的事 如果你是在零售業或旅遊業 加成基金會接受獎項申請 但截止日期是12月1日 即是這個星期尾 所以如果你是老闆或是員工 就趕快提提你老闆申請 好像是5萬元 細節我沒有認真看 因為本來我今天和老闆談好了 因為自己正在病 可能今天也不上班 但昨天老闆打電話 因為那個表我不是很會填 或者是有些東西我不知道做來做去做不到 所以就叫了我今天上班 我發覺那個表不難填 純粹是因為我老闆寫的 純粹是因為我老闆寫的 純粹是因為他要寫文件 可能是BR 或者是你的商業登記 你那個旅遊協會的那個牌照 銀行的戶口那些 因為他是要JPEG 不可以PDF 所以我老闆做了PDF 所以一直都拌不上去 純粹是這樣的 但其實是很簡單的 他亦都很快知道行不行 好像是12月中就會知道行不行 因為還有一兩天 所以大家趕快填上一份房間 因為還有一個就是政府那個 就是資助旅遊業那個 但傳說中有很多事情要搞的 我還未看 我老闆說因為未得拉就不用住 所以今天病都回去 其實給大家一點正能量 其實我老闆對我挺好的 他都說如果這五萬元 可以的就分多五百給我 其實就不是再付五百 因為我平時那個老闆都很疼說 他都知道我沒有所謂的 很多事情都幫他做 他有時候煮了一些叫做 日本的瓷豆 即是毛豆 他煮了也會分一些給我 有時候他煮了什麼也會分一些給我 只不過他知道我沒有飯開的 很多時候都會分這些給我 因為他有煮飯的 所以就會做這些 有時候這些冷盤也會給我帶回家 我覺得這些是人和人之間的互相交流 即是他對我好的時候我會對他好 即是我對他好的時候他也會對我好 這是人性的美善面 但其實很多人都不懂 現在很多人都很自私 停一停 以下是PG家長指引 如果大家是準備吃飯 或者是剛剛吃飽飯的 就可以不用看這一段 以後這一段 因為真的看得出來 什麼人呢 將來的小朋友都不妨好得去變 我不是說什麼黃絲、藍絲 其實是這樣 今天我們有個廁所 我們是商業大廈 其實不是很多的 就是一梯兩房 就是有個廁所 因為九色大廈也有廁所很大的 我們旁邊那裡 因為搬走了 只剩下我們這裡 只剩下我和我老闆 和一兩個人 其實都很乾淨 以前旁邊那裡是做校服的 以前很多人 後來旁邊那裡搬上層面 很多人搬了兩年都不知道 很多人依然來我們這層找去 但有時候他們就看到 順手去捉拖禮 我們都沒有什麼介意人去 但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真是很糟糕 我今天回去 為什麼那些人 大便員呢 因為他不知道是烤爛那些 是沖不乾淨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是可以 沖不乾淨 因為我們的水額是夠的 如果你沖不乾淨 你等多一會 你再沖乾淨去 你才會出來 是那些人不理會 不看清楚你有沒有沖乾淨 他就走 另外一個總學 我老闆也說 另外一個也是誇張的 是家長 當然是家長 用了我們的廁所都不要緊 當然是用了很多廁所 有些人塞了 又沒有 因為有些人用手指 丟到廁所 又不沖 也算了 他嫌我們的手柄髒 即是沖廁所的手柄髒 他就用了廁所包著手柄 來沖廁 如果你正常用完之後 你是不是把廁所扔上去 不是 還在手柄上 我們不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他不知道 我們自己知道 其實裡面的廁所都是我們的 我們就沒有公家資源 即是沒有說有些人是 廁所是阿公的管理費包的 不是的 這些廁所都是我們的 那些洗手液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辦公室 即是我們不介意你用 但你也不要做得這麼勁 你還是一個家長 我們就說 將來他的小朋友 會被他教成怎樣 即是我們看到一個家長 都可以這麼自私 遮人廁所 你都可以這麼自私 你真的可以這麼不衛生 他覺得很衛生 因為他覺得拉水鍵的髒 但你拉完水鍵 你是不是應該很有手味 扔到垃圾桶 或者找地方扔 而不是還在那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些人 將來將會教出什麼小朋友 你就看現在這樣的家長 所以都很悲哀 有時候看看 因為很肯定他就是做校服的人的家長 即是做小學、中學 所以將來這些小朋友 被他們教成這樣自私 如果大家想的 都可以分享給其他家長 其實身教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小朋友就是這樣看你 你可能在一些不自覺下 都做了一些令人很討厭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不應該的事情 但小朋友就已經看在眼內 今次就分享到這麼多 希望這些信息都可以幫到大家 今次說到這麼多 拜拜